基本上都是小白露 右手邊往外走,這堆全部都是 還有一個特徵就是腳趾是黃色的 但這裏有一隻大白露在最遠左邊的位置 我還未到角落,總之最左邊那隻,開邊那隻 你看下去的身形都會跟其他,我們看到右手邊到右邊不同 大隻一點,頸又長一點 嘴的顏色你可能不看得太清楚 不過你看到也會比較深色 因為大白露有一個比較有趣的現象 就是進入繁殖的季節 大約3至5月的時間,或者夏天月份 嘴其實都是橫色的 其他時間會是黃色嘴,可以用嘴的顏色去分別方法 繁殖的時候就變黑色? 對,這個繁殖的時間,藍藍女也應該是 只有繁殖能力的雀鳥都會轉 所以也挺有趣的現象 你也可以看到大白露只有那一隻 它後面那隻很明顯,小了兩個畫的就是小白露 可以看到這兩種在體驗上的分別其實都相差很遠 這個是一個魚塘的環境 都是一些私人魚塘 其實都還在運作中 你看到有些機器在移動 所以裡面中間的一個是打氧氣的機器 當然要養魚,賺錢就會養魚數量比較多 所以需要一些機器或者工具去輔助 這個魚塘可能水的水位比較低一點 你會看到很多露料聚集在魚塘的旁邊 這裏這些小白露 其實你也看到它另外有一個繁殖季節的特徵 就是頭後面的竹 有兩條很飄逸的魚毛 其他季節未必有的 也是繁殖季節的時候才會出現得更漂亮的一個現象 有三至五、六、六月的樣子 其他例如冬天的時候見它 或秋天的時候見它 就沒有了兩隻蜜蜜蜜 但其實都是小白露 所以有時候夏或者春夏這些時間 去觀察一些雀鳥 你會看到它跟平時有些不同的 外貌上 就是以它們的標準 其實是更漂亮的 一般露料家族的程度都會這樣的 就是會有些比較挑一的魚毛出來 在雀鳥來說 你看到這裡都是一些雀鳥比較長的品種 無論是小白露、大白露都是 但是雀鳥很多時候是代表它不懂游泳 因為它們是像現在我們看到一樣 在淺水環境裡一邊走走走走去找食物 真的會游泳的雀鳥 腳上面有特色的 大家都知道 有骨 有骨 沒錯 無論是鴨 或者有些其他品種的雀鳥 它們的游泳都是因為腳有浹 就會幫助它們游泳 所以你看到那些小白露都是 像是唐邊殼 站著在魚童的旁邊 因為中間會比較輕鬆 有得像 我們走近一點 嘴巴的顏色去到這個繁殖位置 其實就未必有幫助很大 因為這裡有一隻大白露 就是左邊的兒童 嘴外邊的角落那隻大白露 但你看到那裡 其實嘴巴不是黃色的 是會比較黑的 因為它們繁殖的時候 它的嘴巴比較黑 就是看它們的眼光 標準來說 是會佔了黑色去吸引人 有一個 claw也 有一隻那麼多 就是她帶衣服出來活動的時候 我們看見它們 可以把衣服在背脊上游泳 所以他太多厲害 當然啊 這隻小的女朋友剛才做到 這個小的衣服 所以不是很高 介紹一下小時候你都可以逃到什麼都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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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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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